原处这个瘦小的老太太 其实她不是我姥姥 她是我姥姥的闺蜜 我叫她高姥姥 她们二十多岁相识 由于持续到我姥姥八十八岁去世 她和我姥姥是老邻居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 他们总是共同分享好吃的 这次我和沈阳 我妈说我们一起去看她 高姥姥对于我们的突然到访 很是开心 她今年八十八岁了 腿脚仍然利索 头脑也不糊涂 她最大的特点 就是不愿意欠人情 我们想带她去饭店吃饭 她说啥也不去 她说你们来也不提前说一下 我给孩子做顿好吃的 她一个人住 端出白菜粉丝说 一起凑个吃吧 我妈却说不吃 然后眼圈就红了 高姥姥说 那我给你买饺子去吧 我妈瞎受了刺激 瞬间就雷崩了 老哭了 我来想你妈来的 你妈要活着 其实高姥姥身上 自带了我妈 对我姥姥的回忆 我妈多希望 现在像回自己娘家 跟自己妈妈聊天一样 我妈聊天 突然时间 我给老太太订了 烧麦和羊汤 趁着她去厨房 给我孩子热牛奶的功夫 我妈跟孩子偷偷溜了 她耳朵背 我到厨房告诉她 给她带了南京的盐水鸭 还给她订了 喜欢的羊肉烧麦 后果就是 这个倔强老太太 拎着东西 追到我家楼下 我妈只能谎称说 去了我老姨家 才甩开它 高姥姥总是说 特别感谢我们 可是我想说 高姥姥你知道吗 我们真的要谢谢您 因为您 让我和我妈都感受到 我姥姥还在